为了响应每年的9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为世界河川日 新北市护委艺文休闲园区二楼的护委故事馆 展出2022世界河川日共浦爱河练习曲特展 共邀请了16个民间团体 藉由举办静态主题展爱河讲座 丑泥怪绘本说故事 以及不同的河段近溪 路上步行与单车及水上行舟的走读 河川生活市集等动静态的活动来参与 让各界能够来感受到河流所带来的多样丰富 共学资源与参与爱河练习的机会 我们这一次刚好搭配到世界河川日 我们在护委故事馆 我们办了一个爱河的活动 我们现在目前邀请到16个团体 他们都是跟河川跟环境有关的团体 很高兴透过这个无论如何的 这个创办人秀媒这个引荐 让我们跟这个淡大的建制老师 一起合作来做办理一个这样的展览 蒋洁文创表示 淡水河是北台湾最大的水系 也是全台湾流域人口最多的河域 总共超过700多万人 相关交汇的水系河口 所带来的丰富生态生命 以及孕育而生的人文环境 是淡水河域的一大特点 借由这一次2022世界河川日 共浦爱河练习曲20天的特展 邀请到16个团体 包含了清水协会 社团 社大 独立书店 企业 等各民间团体 让更多人了解河川人文的重要性 来分享各自大家在不同的河域 关心河川的一些 不管是文史生态 或者甚至是带领大家去亲近河川的一些做法 对 那希望透过这个大家一起来学习认识 怎么样爱护河川 那这个河川日对我们来讲很有意义 是因为我们旁边有一条米粉辽西 也是我们在整治的过程中 我们也收获很多 然后跟这样子爱河的团体一起来交流 那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策展人表示 借由举办静态主题展爱河讲座 丑尼怪绘本说故事开幕茶会 在地经济工作坊 还有丑组河口共学联盟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河流 带来的多样丰富共学资源 透过交流与参与活动 共普未来家乡和能够持续变好变美 也一同探讨更多亲近学习 与创造人与山河生态共好的契机 记者许端一淡雪采访报道